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是 木魔女 超級的關卡 這是我的隊伍 基本上 我用的三隻黑狗 都是 CD5的黑狗 和一隻 CD5的獅鳩 還有日狼 CD7的部分 巴風特 CD5也是最大的 CD數是戰鬥中比較重要的部分 基本上 我會選擇這個隊伍 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在轉珠的部分會吃掉對方的珠 可是基本上我不建議 因為攻擊力夠的話 四隻暗的輸出 一回合要攻擊三十十萬 應該不是問題 開場還不錯 蠻多暗珠的 這個先把攻擊力 比較大的先處理掉 我會指定攻擊機會 如果我想要殺掉的 小怪 可以先 殺掉 按住只有三顆 不是很妙 基本上我的combo數也不多 平均大概三combo 3到5combo 3到5combo左右 所以像我這樣的技術 基本上可以通關 各位玩家通關應該問題也不是很大 集中同一次打 好像這個基本上每一回合 他都會攻擊 所以 能的話 盡快把它處理掉會比較好 四隻暗的部分 攻擊力就很足夠 現在CD還沒除到 比較危險一點 可以的話把一些雜燭 消消掉 指定攻擊 指定攻擊 可以站在combo的時候 再指定也OK 這時候我會發動全體攻擊 因為我兩隻 都會造成傷害 我 因為我CD已經出夠5CD了 所以 基本上 要清怪應該都不是問題 好像這兩隻同CD 我也是先把同CD的先處理掉 要記得 我的攻擊只有暗跟光 所以攻擊珠只有暗跟光可以使用 像現在檯面上只有一個暗珠 所以只能用光珠來做攻擊 左三右三的話 最好是製造兩個combo會較有力 你的攻擊力就有點不太夠了 下一回合兩個會同時攻擊 這個就有點危險 檯面上只有 有三顆暗珠 轉的有點慢 有點風險 不過還好 這邊有掉我要的珠 奇怪 沒有掉也沒差 我可以撐現在集CD 順便補血 table 啊 有時候危機反而是轉雞啊 好主要是幫日狼除 14地 繞紅蜥蜥雙體共生 所以 人的話打大力一點 順便補個血之類的 像現在我可能有可能會把 右邊或左邊都秒殺掉 但是我會先選擇左邊 選擇右邊說錯了 因為右邊系第一而已 在錄影的部分 手速會有點慢 因為還要在這邊解說 這時候就再換左邊 保險幾件 由於我現在血量比較少 我選擇 把光珠轉掉 順便補個血之類的 這樣天降也是運氣的一部分 一樣 把攻擊傷害比較大的 先把它處理掉 好 基本上現在如果只有 左邊那個狼來打的話 應該攻擊力就弱很多了 好 也GG掉了 檯面上可以看到 暗珠都沒了 只剩兩顆 好 其他都水珠 好 這時候比較危險 尤其又有兩隻狼 所以這時候 我會選擇 做一個轉租的部分 因為我CD5回很快 現在才到第七回合 下一回合是疾風神射手 攻擊力還蠻大的 所以基本上 能夠全身而退是最好的 運氣不是很好 遇到CD1 一回二打9780的血量 還蠻高的 補血就很重要 這時候 好 沒有光珠可以轉 但是我還有暗珠可以轉 技術上的考量 我選擇先轉暗珠出來 沒有關係 我可以捨棄掉這一回合的攻擊 順便把雜珠清一清 不是很整齊 輕的不是很整齊 不過最主要是要活下來 最主要是要活下來 好 當你不要了珠 它就偏偏就掉比較多 好 好這時候我選擇 再轉個光珠來補個血 基本上打BOSS也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不然應該摸不過去 好 受殘 好有危險 這時候 我會再多轉一些光珠出來 唉 幫我補一下血量 不然有點危險 喔 GG 失敗 大概五十滴力復活後 再來為大家示範 掰掰